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达,开心屋 今天呢,在阿达好介绍,我要介绍你们什么料理呢? 我要介绍你们这道料理,名字叫做菜饼 菜饼,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好,所以今天所需要的材料,我们有什么呢? 白菜半粒,然后有100克的四季豆 接下来呢,玉米一条,你要把那个玉米给分散啊 然后萝卜一条,切丝 之后呢,洋葱,大洋葱半粒,也要切丝哦 然后两根葱,也要切,切它 然后150克的豆芽 接下来呢,我们有5到7汤匙的那个米粉或者淀粉 然后3到5汤匙的那个糯米粉 或者你可以用淀粉也可以 接下来呢,有一茶匙的盐 还有胡椒少许 之后呢,这个是可选 你就可以放5香粉啊 还有鱼卤啦 OK,还有之后呢,5汤匙的麻油 OK,然后芝麻 之下来呢,有两一蛋 这个是可以可选的 最后呢,我们有100毫米的水 好吗?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准备这道料仪 名字叫做菜饼 菜饼 首先呢,你要拿一个深的锅 或者一个深的碗 OK 然后呢,你能做什么 你当你的那个白菜切丝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 把那些白菜放在那个很深的碗里面 随意呢,你要怎样做 怎样煮 那个分量 就是随意,好吗? 最后那个四季豆 然后先你看它呢 还把那个玉米 这个一米一粒一粒啊,不是一整条哦 可以倒进去那个碗 然后萝卜丝 这整个呢,全部是要看你要吃多少 你就放多少哦 然后大洋葱 还有葱 之后它还放什么呢? 我们来看 之后就是豆芽 好吗?豆芽 它会再放什么呢? 它就会放那个 淀粉或者米粉 之后它会再放那个糯米粉 让它们来定型 所以它现在是放好那些粉之后 这个是那个糯米粉 好吗?它就放下去 就全部等一下你就会搅拌在一起 它还有放什么呢?我们来看 OK,所以它现在放的东西呢就是 那个水 大概100毫米 可是你要慢慢的放 这个水呢,你放的时候呢 当你搅拌的时候,它不应该很像那种水水的 应该是粘在你的手 这样 那个 就可以了 好,现在放一点 黑胡椒 少许 鱼卤 一汤匙 橄榄油 少许的盐 放一点 那个芝麻粒,OK?倒下去 就可以了 好吗? 最后呢 它有放那些油,就是刚才放有油对吗? 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的搅拌 这整个 料理 OK 要让它融化一起 跟那个淀粉一起 淀粉和玉米粉一起 融合在一起 你可以用 手 手会比较快 你看它慢慢的翻翻翻 整道菜呢 要好好的均匀的 都有那个 粉的这些 好 我知道我刚才的料理没有放肉 可是这是看你个人 要是你要放肉的话,像它 就放一点肉下去 就可以开始煎 之后呢,你可以拿一个平锅 不要太深 OK?要浅一点 就把你那个菜倒下去 放点油 烧了之后呢,就把菜倒下去 按平它 好吗? 然后就盖起来 大概 三到五分钟之后呢 开起来 然后它再撒上一点 那个橄榄油 之后它要怎么呢? 我们来看看 它就盖起来 它要翻过来嘛 它就翻过来 你看 它下面呢 那个菜饼的下面要有一点烧焦 可是不是完全烧焦 有一点超搭超搭 这个是金黄色的那个菜饼 然后你再让它继续的 慢慢的煮 用小 用中火 不要用大火 给这个的 这个气脚就是让它慢慢 的蒸熟它 好了,你看它 这个呢,菜饼里面是有肉的 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我给你看的呢 是它做 没有放肉的 接下来呢,这个呢,你看 是没有肉的 也是照样 它的方式 就是 下面煮熟的呢 它就可以开始准备的把它 翻过来 你看,对吗? 它又再盖起来 然后再继续的 焖煮它 熟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倒出来 就可以开始切 你可以看 金黄色 脆脆的感觉 好 所以呢,今天的料理呢 就叫做菜饼 是一个非常简单又容易准备的料理 我希望你们可以回去试一试这道料理 好,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 下一次呢,我再介绍另外一道料理 你们就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